大家好,我是在越南的老魏,事情是这样的啊,就是我们在路上本来去一个咖啡厅喝咖啡,发现了一个小教堂,非常非常有特色,很想到这个小教堂里去拍一拍,我朋友先进去,然后我听好了,车就过来拍摄,这应该是个天主教堂啊,后面已经是可以看到圣母玛利亚的雕像了,那我们进去看一下,我刚刚把车子停好,我朋友已经在里面,在里面拍照了。 哇,它这个,它这边是宿舍楼啊,这边应该是宿舍楼,那个鲜花非常漂亮啊,啊,种的花太漂亮了,进来左手的正面墙上有很多文字和图案,这一定有这个教堂的历史,那我先把它拍下来,如果有懂越南文的,可以参考一下。 我朋友刚刚悄悄告诉我,里面的人还在做礼拜,让我声音小一点,尽量不要打扰到他们。 他们呢,静悄悄的拍一拍就好了。 我就拍下来,以后才看到写什么,刚才是讲法语的,那个那个那是走出来的,啊,这都是天主教啊,他怎么来的,这里面全是讲法语的,啊,刚才几个人说,这是法国教堂,对不对? 好,不然。 是多么清楚,多么坚固的信仰,我爱你,是多么温暖,多么勇敢的力量,我不管心多伤,不管爱多慌,不管别人怎么想, 爱是一种信仰,把我带到你去, 在你的身旁 我爱你是多么清楚 多么坚强的夕阳 我爱你是多么温暖 多么勇敢的力量 这里面好大 太漂亮了吧 在你的身旁 这是什么 这是个幼儿园啊 这是教堂的幼儿园 这是个幼儿园 这是教会的幼儿园啊 是疫情期间 他们禁止外面的人进去 所以我就想出去 而且他们还在里面做 做礼拜 我就不去打扰他们了 打扰不走啊 可以 类似于修道院 类似于修道院 那种宗教系 只有这种各式吗 对 他是教会的幼儿园 小孩子从小就接受神的修理 哥们 我车子已经停到门口了 走过去就好了 啊 还有 还有几 我这光线超棒的 嗯 哎赶紧走过去 这个房子 没有离开了 对这个 看墙你就到了 我们我们镜头看呢 看一下 哇 哇 都可以 哇 这个都漂亮哦 对 哇 这这几处房子是不是一起的 这装修风格 浓浓的奢化 就像家里有放的 立教堂不远处的一个小巷子里 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这个小巷子走进去 迎面而来的就是一家很有味道的咖啡馆 建筑风格有点中式 但是装修风格 却是中期结合 非常有特色 对面一对小青鸣 正在喝着咖啡 打发着下午的时光 你尽量走进去 里面的小巷子也是咖啡馆 由于疫情的影响 没有开门 他们的装修风格 建筑非常有特色 几家咖啡馆连在一起 自成一派 这里大头呢 装修的非常有风格 也是一个小的咖啡店 哇 这墙 墙上爬满的植物就好了 这墙上爬满的植物就好了 对 少了很多神韵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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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不要去二楼啊 哇是咖啡店里的美女可真多啊 在西工的朋友可以到咖啡店里来 邂逅你们心仪的美女 店员小姐姐绝对也是一个美女 咖啡店里来一次 咖啡店里来咖啡店里来咖啡店 咖啡店里来咖啡店就来咖啡店 美女特别多 有啥店吗 咖啡店 没有人是吧 卖衣服的装修 哦 基本就行 就比如说 那比如说设计师啊 开个咖啡 你就要开个服装店 哦 就坐这里吧 我们喝完咖啡回去的路上 路过饭屋老街 发现夕阳太美了 于是又拍了一组 最后有两个美女在拍照 的 做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